欢迎收听《维基观察》 纵观环宇、同察先机 我是吴俊宇大宇 美国政坛或将会迎来大变天 特朗普下战书再次挑战拜登 与此同时 在民主党内部 拜登被逼退选 佩洛西出声发声 特朗普挑战拜登想做些什么 佩洛西又说了些什么? 7月10日 两位影响着其他民主党议员 和捐款人的重量级人物 昨日对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质疑 拜登的长期盟友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接受采访时 拒绝明确表示希望拜登参选 你没听错 是拒绝明确表示 并且催促拜登尽快作出决定 周年荷里活的明星民主党人 George Timothy 坐志古尼 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收回对拜登的支持 直言拜登已经不是2020年的他 此外美国民主党参议员 彼得韦尔奇 亦公开呼吁拜登退出总统竞选 成为第一位 呼吁拜登退选的民主党参议员 据路透社和发新社的报道 尽管拜登坚称自己将会继续竞选 但佩洛西同日在NBC全国广播公司暗示 拜登仍有可能在民主党内部 对他的投选人资格产生分歧的情况下退出竞选 他表示是否继续参选由总统来决定 我们都鼓励他做出决定 因为时间不多了 佩洛西还说 我希望他做好他决定要做的事 无论他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 这些语言艺术都很厉害 说完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路透社的报道也说 佩洛西拒绝明确表示希望拜登参选 目前拜登正在华盛顿接待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 佩洛西就在NBC呼吁对拜登感到担忧的国会同事 在见到今个星期的进展之前 不管你想些什么 可以私底下跟其他人说 但就不要把问题摆上桌面 今集大约和大家说说拜登被劝退 特朗普迎来转机 在节目开启之前提醒大家 记得订阅WKA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随着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的临近 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 最近也有关于大选演讲和辩论上出现了交锋 也是越来越激烈的 9日当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一场集会上 再次将火力对准美国总统拜登 除了质疑拜登是否有能力 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赢得连任 同时再次向拜登下战输 想约拜登再次进行辩论 特朗普说 为拜登提供一个在全世界面前挽回尊严的机会 上个月底 拜登和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总统选举电视辩论 由于拜登在辩论时经常思路混乱 难以就着各种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 在这一场辩论结束之后 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民调结果 也出现了明显的差距 特朗普赢得了大约67%的美国民众认可 而拜登只得到33%的民众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再次向拜登下战输 显然有明显嘲讽的意味 由于上一次辩论失离 也导致美国国内舆论 对拜登是否有能力继续参加总统大选 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就连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内部 也出现了呼吁拜登退选的声音 前一位民主党的金主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他认为现在的事态 正是潮绝不利于拜登的方向发展 拜登没有时间做决定 换言之 留给拜登做决定是否继续参选的时间不多 这句话当中不难看出 这位民主党金主也不太体好拜登 算是比较隐晦地暗示拜登要退选 紧接着的是10日当日 作为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 美国著名电影明星George Timothy 佐治古尼亦公开发文 呼吁拜登退出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在文中也说到 拜登因为年纪的原因 已不再适合获得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并且呼吁民主党的高层人士 以及候选人 应该要求拜登自愿退让 他认为 如果拜登出来竞选 民主党将无法赢得 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 甚至还会凋失了 国会参众良院的控制权 并且这样的观点 在一些与他私底下交谈的 议员和州长都有提及到 至于新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选 George Timothy 亦认为 在下个月举行的 民主全国代表大会上 可以找到答案 同时他也点名副总统 贺锦丽、密歇根州州长 以及加州州长等人 他的观点和之前 美国媒体分析评论相差无几 美国媒体认为 包括贺锦丽在内很多潜在的候选人 例如密歇根州州长 賓夕凡尼亚州州长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等 都有与特朗普较量的可能 美国媒体新闻周刊的网站 日前援引了最新的民调数据 说现在距离年底的大选 还剩下不够四个月 但特朗普的支持率仍然不稳定 而且民调机构还公布了一系列 模拟选举结果 声称在100次模拟选举结果当中 特朗普又51次胜出 按照模拟的结果 特朗普现在并没有得到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说今年年底的大选 还是胜负难料 日前美国媒体还有报道显示 拜登方面在六月底的辩论下风之后 曾经对一位重要的盟友表示 如果他在未来几日内 没有办法说服美国民众 自己能够升任总统的工作 那就说明拜登这边的压力非常大 而且有报道还说 拜登日前还曾经私底下承认 接下来几日对他能否继续保住连任总统的资格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们认为 特朗普已经邀请了拜登 在今个星期再举行多一次辩论 接下来的波就去了拜登 如果拜登认战的话 很可能会在这一场辩论当中 被特朗普彻底的击溃 但如果拜登不认战的话 反而会令自己的形象大幅受损 一旦特朗普再利用这些公开场合 来善风点火 必然会坐实拜登没有资格做总统的说法 所以现在的情况看来 拜登参加辩论又死 不参加辩论都死 那就带出一个结果 就是可以敦促民主党 正式要求拜登退选 并且尽快选出民主党新的总统候选人 前面我们说到 现在距离大选只剩下不够四个月的时间 特朗普便可以利用拜登退选 和民主党选择新的候选人 这个时间空隙 来趁机博取更加高的支持率 另一点就是 特朗普亦需要留一点时间 去了解拜登退选之后的新对手 同时令特朗普很头痛的事 即是之前相关的案件 现在似乎迎来了转机 日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涉嫌干预2020年选举结果的案件中 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 但因以私人身份采取的行动 便不获免权 据报道说 最高法院现在有9名大法官 其中保守派占大多数 总共有6个人 其他3个人是自由派 保守派当中3个人是由特朗普 在担任总统期间提名 当日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 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项裁决 据路透社报道 代表着大多数意见的首席大法官 罗白刺表示 总统不能凌鸽于法律之上 结果出来之后 特朗普随即欢呼 这是我们国家宪法和民主的重大胜利 他们的律师甚至立即要求推辞 纽约州封口废案定于下星期宣布量刑的判决 拜登之后承认 特朗普涉嫌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的联邦刑事诉讼 不太可能在11月总统选举投票日之前结案 转而呼吁民众用投票来阻止特朗普胜选 路透社说 这一项裁决是美国自18世纪建国以来 最高法院首次宣布前总统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受刑事指控 但这个判决也引发起拜登的不满 拜登近日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这个国家的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拜登还说 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美国没有国王的原则之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人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 即使是美国总统都不行 今日最高法院对总统豁免权的裁决 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 拜登说 这个裁决意味着现在总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拜登还表示 这一项的裁决将会推迟对此案件的审判 在讲话中拜登也补充 总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职位 这个职位不单只会考验你的判断力 但更加重要的 它可以考验你的人格品德 它不单只要有勇气来充分行使总统的权力 也要有勇气预期总统权力极限的限制 拜登提到2021年1月6日 国会山庄的骚扰是试图阻止政权和平移交 他强调 美国人民必须决定攻击民主的特朗普 是否适合担任总统 而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在裁决中表示 他对美国民主表示担心 拜登在公开讲话中提到 他支持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的说法 拜登表示 现在美国人将不得不做最高法院 本来应该做但不愿意做的事 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 拜登的言论是卑鄙和危险 并指责总统试图破坏最高法院 有分析认为 判决延长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牵头的 指控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 联邦大选案的审理期限 并且特朗普接受审判的日期 很可能被推迟到2024年的大选之后 史密斯去年8月 就特朗普与国会山庄骚乱相关的事情 提出了四项罪名 指控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特朗普一直以来 都以享有总统豁免权为由 申请法院驳回案件 但未获原案的主审法官邱特勘支持 亦未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 依据最高法院的裁决 特朗普就他和司法部的前官员克拉克所作出的讨论 享有绝对的豁免权 而且相关的行为不能作为指证特朗普犯罪的依据 《纽约时报》说 裁决结果意味着本案开庭时间几乎肯定 已退迟到11月总统选举后 如果特朗普赢了 联邦司法部几乎必然要撤数 说了这么久,到底是什么是总统豁免权? 这是美国宪法赋予给总统的一个权利 令他免于在任期间因为公职行为 受到刑事起诉和民事起诉 这项的权利是志在确保 总统可以无所畏惧地履行他的公职 不必因为担心事后会被起诉而影响他的抉择 总统豁免权涵盖与总统公务有关的行为 但不适用于非公职行为、犯罪行为和就任之前的行为 虽然美国宪法当中并没有明确的总统豁免权条款 但这项的权利被认为是三权分立的 宪政结构所固有的内容 而除了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争拗之外 另外一场争拗亦在美国发生中 说的是在压制中国方面 美国白宫在5月中旬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 对涉及大约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进一步加征关税 其中港口起重机由之前的免征关税改为25%的关税 这个做法就引起了全美各地港口群企反对 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德克萨斯州和佛吉尼亚州等多地港口 上个星期就支含美国贸易代表大旗 明确表示中国的起重机并没有其他进口的替代 并要求取消有关关税和推迟相关的实施 而美洲港务局协会首席执行官戴维斯 近日在一封信中写道 关税无法实现它的目标 相反只是会导致负面的结果 包括严重地损害港口的效率和吞吐能力 导致供应链紧张、消费价格上升 伤害了美国经济 这个协会亦说依照相关的合同 有7个美国国内港口 将会购买最少35台中国制造的港口起重机 按照每一部大约1500万美元平均价格计算 这项关税将会为美国港口营运商 带来总计1.313亿美元的额外成本 其实今次加征关税的做法 在原有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 关键矿产、半土体以及铝钢、港口起重机、 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 加征了更多的关税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美方出于国内政治考虑 满用301关税的复审程序 进一步提高部分对华产品加征301关税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是典型的政治操弄 中方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 对于全美港口的声音 拜登政府会否考虑接纳意见 暂时很难说 因为他现在都在忙 因为这几天 一些欧洲国家的高级官员 已经趁着参加北约峰会期间 私底下和特朗普的一名外交顾问进行接触 舆论就认为这些欧洲国家 在为特朗普很可能上台提前做准备 侧面证明了特朗普赢得选举的机会也是很高的 当然了,就目前来说 现在这样的说法依然是言之上早 美国的民主党那边也不会轻易地被特朗普过关 特朗普到底能不能当选呢? 真是很难说 最后大于想说 无论是为了美国这个国家 还是为了民主党的政党 也或者是拜登的政治遗产也好 拜登应该是要退出总统大选 并且还要进化 毕竟现在距离大选的时间真的越来越近了 从上述的情况我们都不难看出 拜登已经陷入了被逼供、被逼退选的处境 如果我们回顾早前的第一场总统辩论 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 但因为不同的原因 站在全球人的面前互相撕杀 然后互相出丑 真是一点都不人道 吵什么?混在一起做赖链牛丸 这里是屈肌观察 我是五序鱼大鱼 下一集再见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肌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下集再见